元宵节终于过完了 我一共包了16个元宵 最后还剩了三个 我今天早上就当早点 三个元宵加一个蛋 这个汤圆包的很不成功 我包芝麻馅的 用了芝麻猪油糖 就是三样加了一点水 我在这里想我包的芝麻的馅 是应该有流沙馅的 就是它那个馅子是在热的时候 它自己会流出来的 结果你看看我吃一口给你们看一看 这个馅有点干 从来就不会流下来 所以我想想看我哪一步做错了 其实我知道可能哪一步做错了 就是当我 炒好芝麻 拌猪油的时候 我应该先化猪油 把猪油化了 然后再跟芝麻糖一起拌的 结果我因为是没有鲜化猪油 那猪油是一块 我就放到炉子上面去煮了一下 所以我过去煮了一下 是把水煮干了 就这样就不流了 看到吧 但是味道还可以 但是口感差很多 总之有点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元宵没有做好 最后就剩三只 今天全部干的 反正讲有多喜欢吃元宵吗 也没有那么喜欢吃 一般般 但是过个节吧 就讲个气氛 我有朋友包肉的呀 各种各样的馅子都有 那我是跟先生两个人不怎么爱吃 就觉得这个芝麻的还是比较能接受的 只包了16个 看到吧 不会流出来 很少细 吃芝麻的这个汤圆 最不好的一点就是吃完了以后 压上面全是黑的 最后的那个蛋 我是怎么吃的 我是要吃咸的 用点腐乳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因为早上想吃咸的东西 不想吃甜的 用这种方法 这个蛋这样吃超好吃 我要去清一下牙齿 要不然这牙齿上面全是黑的 或者黄的 好难看 好了 牙齿也清干净了 倒一杯咖啡给自己喝 聊一聊上个礼拜两个大新闻 上个礼拜正是有两个很大的爆炸新闻 第一个新闻 胡哥结婚了 并还有一个女儿了 很多的网上面的新闻里面铺天盖地的过来 其实我这个人有一点八卦 我也好奇 胡哥跟谁结婚了 后来他的老婆被挖出来了 是他的助理 我并不是哪个的粉丝 但是我很会追剧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现在平均每一天同时追的至少有两部以上 有一个剧我是特别的喜欢的就是这个2015年的狼牙榜这个狼牙榜这个剧我看了至少不下五遍 我觉得胡哥在里面的表演非常的出色 没有人可以取代 但是没有多久以前我看了县尾大院 我觉得县尾大院 你讲胡哥演的好不好 我觉得要是如果找别人来演的话 也许会演的更好一点 所以我不觉得一个人一个演员 他能演戏 就是每个戏他都可以演下来 胡哥这个配偶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我们也不知道对吧 对于他的助理我想想看 大家了解的也不多 也没有什么发言权 但是有一句话我是感到很好笑的 就是讲这个助理的父亲跟他自己的朋友聊天 就说我的女婿是胡哥 没有人相信 既然胡哥可以娶这个老婆 那么这个老婆肯定有过人之处 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 好几年前我有个朋友来问我一个问题 我那个朋友当时还没有结婚 他身边有两个男的 他里有一个男的我很爱很爱 我很喜欢那个男的 还有一个男的很爱我很爱我 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反感 但是他是很爱我 你说我应该选哪一个 我想了一下我就这样跟他说 我说选哪一个都是你自己的自由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选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我说要是如果选一个你很爱的人 那么你就是他的奴隶 我用这个奴隶可能讲的一点过分 就是你做什么事都要想的去为他做 那我讲是不是那个男的喜欢你 做一定的事啊 他讲是那个爱我的男人 希望我每天都化妆 我讲是呀 我想你总有不化妆的时候 你跟他结了婚以后 你们两个睡在一个床上 你不可能天天化妆去睡觉 对不对 那你肯定他可以看得到你的烹头弄面的时候 头发乱七八糟 穿的刚刚从床上爬起来的样子 什么都衣冠不整 我这样讲 你肯定他可以看得到 对吧 他看到了以后 他是什么感觉 你是什么感觉 我就这样问他一下 如果找一个爱你的男人的话 那你就是皇帝 因为他爱你 他会为你做任何的事情 他会什么都会把你放在第一位 那你在家里就是一个皇帝了 我就这样跟他说 找爱你更多的一个男的话 也有不好的地方 并不是十全十美 以后在他生活中 他的缺点逐渐的暴露出来了以后 这个缺点在你面前就会无限的放大 我其实根据这么多年来 我的婚姻 还有我周围朋友的婚姻来看看的话 真的是 选择一个婚姻 这是决定了以后 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如果你选择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 你对他就是无所谓 还可以啊 就这样结婚的话 这个男的在生活中 慢慢慢慢会暴露出 越来越多的本来的面目 有些面目可能是你喜欢的 有些面目可能是你不喜欢的 那么你不喜欢的那一部分呢 就会无限的放大 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 如果选一个你爱的话 那么情况就是完全不同了 那么他的每一句话 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命令 你都会无限制的 你都无条件的去接受 你还会无条件的执行 你还会做很多努力去执行 把它执行好了 这个就是结果 如果你选一个你爱的话 那么他的缺点往往就会被你忽视掉 这两种条件下 那么不管你怎么样 恢复的生活 我觉得会不会很幸福 我都觉得不会很幸福 因为要是如果一个人 长期的单方面的感情付出 他到了一定的阶段 他都会爆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情况 都不是结婚的最佳情况 其实最好的情况就是两个人互相相爱 对对方的爱都差不多 两个礼拜以前 我有一个朋友群 朋友群的朋友也问我 你说应该找一个爱我的 还是找个我爱的 这样两个怎么选择 我还是那样讲的 我想找你爱的还是爱你的 这个没有一个特定的答案 你要想清楚了 你最后的生活 你是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要想到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你能不能去处理好这些情况 那么不处理好的话 那最终还是要离婚 对不对 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 把最坏的情况想到 那么你想着看 这个最坏的情况 我可以对付得了 我不怕 那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了 该结婚的结婚 该生小孩的生小孩 这是我的观点 第二个大新闻 在美国的上空 有一个大气球 大气球居然从美国的一个角落 横穿美国到另外一个角落出去 游了四天 这个气球是个中国的气球 在这个地方我就不想讲太多了 我就想我联想到什么东西 我就联想到 一个陌生人到我家来 我会怎么办 一个陌生人到我家来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闯入我的家门 进来 而且从楼上看到楼下 卧室看到厕所看到厨房 没样子 他的检查一遍还拍照 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 我会怎么办 我房门关了以后 我首先不会让他进来 对不对 他进来以后我就不开门 这个是一个措施 那么对于这种不速之客 哪一天我的房门没有关 突然家里就 他就推门就进来了 那我会怎么办呢 我肯定会叫他 你出去 你能不能出去 这个是我家 我会不会给他个警告 如果他不出去的话 为了安全起见 为了安全起见 我马上就会冲出我的家 带着电话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武器 即便他没有武器 我也觉得我打不赢他 我是一个老人 对不对 那我就赶快跑出去 要寻求帮助 这时候警察就会来 把他从我们家赶出去 如果这个人被我赶出去了以后 还居然发表个声明 强烈谴责 我把他从我们家里赶出去 我想想看这个人 多半是有病 大脑思考不正常 我就只能这样想了 我们从中学到什么的 就是从中学到 怎么样保护我们自己 很多人在那里讲 为什么这个飞行的这个球体 在美国飘了四天 美国政府才给它打下来呢 我想想看 做任何事 它都有它的道理的 很多事我们不知道 我觉得在海上打 是最理智的选择 因为我们不知道 球体里面有什么东西 也许会有冠状病毒呢 现在很多的中国人要买枪 这样 买个枪保护自己 其实我觉得买枪的话 搞得不好还给别人提供了武器呢 对吧 我一直觉得在美国生活 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我没有那个方面的焦虑 所以没有想过这个 托兰基那个歹徒怎么样 如果我生活在美国 我没有起码的安全感的话 那我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个国家 今天的天就聊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